好到我們全球現場的時間 我們要先來關心到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是在今天早上4點的時候 已經抵達了北京 要展開為期兩天的果實訪問 那現場呢 可以看到除了有鋪這樣子的紅地毯之外 其實還有架這麼一個黑色不透光的遮棚 但是明明沒有下雨 為什麼還要這個遮棚呢 其實這已經不是普丁 他第一次使用這樣封閉式弦梯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普丁他也是前往大陸 我參加的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時候 他也同樣試用過 那這款封閉式的弦梯呢 其實他採用了幾乎是不透光的設計 所以你從外部看的話 其實很難看清楚說下跡的人員 他到底是走到了哪一個台階 因此無法準確的判斷下跡人員的位置 還有下台階的速度等等 那對此有網友就猜測說 會不會是帶有防彈效果的弦梯呢 目的就是為了要保護普丁嘛 因為普丁下跡的時候 其實他的周圍呢是完全沒有隨乎的 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那不只是下閒堤的與眾不同 如果我們仔細來看這一張照片的話 你會發現呢 中方他們為普丁安排的專車 其實非常靠近他的總統專機 所以等於說普丁他這樣走下來之後 他走紅毯的長度是比其他外國的賓客 還要再稍微短一些 很快他就可以直接上車 進入他的防彈專車就可以離開 但是其實以前普丁訪華的時候 走的都是這樣子 開放式的閒堤 並沒有像現在一樣是封閉式的 所以這個也讓外界猜測說 是不是就是要防止這些反俄勢力 對普丁下手呢 好那剛剛提到了普丁 他在今天清晨四點多的時候 已經順利的抵達北京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央視的報導 此次訪華是普京總統開啟新任期後的 首次出訪 也是對習近平主席去年春天訪問俄羅斯的回訪 中俄元首今年首次會晤 備受全球高度關注 今年是中俄建交75週年 訪問期間 兩國領導人將就中俄建交75週年 背景下雙邊關係 各領域合作 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 交換意見 好在鏡頭我們要轉到南海這邊 持續來看到 菲律賓有五艘大型的商業漁船 以及將近百艘的小船 他們組成了一個船隊 15號是前往的主權 爭議不斷的黃岩島要宣示主權 那麼對此央視在同一天晚間也報導說了 中國海警是依法在黃岩島海域 常態進行維權執法活動 並且釋出了當時的影片 帶大家來看 菲律賓船隻 我是中國海警3502艦 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依法巡航 請通報你船意圖和下部動向 好所以菲律賓是在15號的上午 他們就已經在黃岩島附近 發現了有19艘的中國船艦 傍晚的時候還發現了 至少有兩艘的中國海警船 跟蹤監視菲律賓的船隻 那也針對菲律賓民眾的行動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說黃岩島呢 他是中國固有的領土 如果非方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管轄權的話 那麼中方將會依法維權反制 相關的責任還有後果 完全要由非方來自行承擔 同樣在東南亞我們來看到新加坡的新任總理黃巡才 在15號宣誓就職成為了新加坡獨立之後第四任總理 接替了執政20年的前任總理李顯龍 那麼黃巡才他在就職演說當中有特別提到 他說當今世界的局勢充滿了動盪 所以希望呢 中國和美國這兩大國的關係 可以持續的保持穩定 所以黃巡才他是用了英文 馬來文還有中文這三種語言宣誓就職第四任新加坡總理 他也提到說了新加坡希望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 與各方可以持續友好的相處 黃巡才他也特別強調說了重視東協的核心地位 尤其當今世界是充滿了衝突 並且希望中美兩國的關係可以保持穩定 就算這兩個大國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新加坡也會保持與雙方接觸溝通 黃巡才也是第一個在新加坡建國之後出生的總理 他帶領的這個所謂的第四代領導團隊成員 也全部都是在1965年之後出生的 象徵新加坡所謂的四居世代領導階層是正式的接班 以上就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從今次第五國不可避免的拍攝 直播 Front